很多都是奥迪的忠实的粉丝 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那些人 都是非常喜欢奥迪这个品牌的 为啥呢 第一它是豪华品牌 第二它的销量包括它的保有量都是非常的大的 优惠成果也很高 那么我呢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辆奥迪的A4L 一五年的 让大家来看一看 五年的车龄的奥迪A4L 它卖二手还能值多少钱 又或者说这车我们买二手又值不值呢 下面组织我们一起也来看看这辆五年车龄的奥迪A4L吧 老体们看完了吗 眼前这辆啊 就是车主一五年的时候购买的奥迪的A4L 这车呢 虽然是五年前的一个产品 但它的外观 即使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呢 也依然不过是 现在是很经典的一代车 配置呢 是属于2015款当中的35TFSI 自动标准版 在当年新车指导价呢 是312800 相对于新车指导价来说呢 是和奔驰的C啊 以及宝马的3系是相吃品的 但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奥迪啊 一直以来它的优惠地图都是属于最大的 这也是它销量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这车在当年一共是个车主 优惠了五万八千块钱 这也是看在车主啊 百分七的一个情况下 才能优惠这么多 你就是说啊 这车全半开的价格呢 大概是在29万多这么一个位置上 在五年前啊 能够花不到30万 买辆豪华品货 尺寸呢 外观都是非常棒的一辆啊 奥迪轿车 也算得上是啊 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件事了 车主呢 也是专门买的这么一辆啊 类似于香槟金颜色的一个奥迪的A4 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颜色又比白色的 要更加的耐看一些 2.07的排量 最大马力呢 是180匹 0百加速呢 是在8秒多哈 动力来说呢 也是非常的够用 车长呢 接近4米8 车宽呢 只有1米8多哈 这个尺寸放在同价位当中 也数得上是一辆啊 非常长的啊 一个车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车的内饰 内饰呢 总体来说啊 做工还算是必有不错的 我们只要能用手摸去的地方 几乎全部都是软性的材质 只不过这个中控啊 我个人感觉是有一些冷了 不是现在的立体式打平了 按键呢 有很多啊 带张醒了奥迪的豪华感 过外空间呢 很大 所以其实完全不会有任何机体的感觉的 这也是奥迪A4L的一个长驻 那大家感觉这辆5年车领的奥迪A4 它现在卖入手还能只多钱呢 总体来说呢 这辆15年的奥迪A4啊 车往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就以这辆车为例 目前在二五车市场上的价格呢 大概是在15万多 这么一个位置上 那感觉如何呢 花15万多就能买辆5年车领的奥迪A4L 又值不值呢 下建了什么车 也会